我們今天城市走路系列來到我們台北市的信義區 大家剛剛看到我們就從象山站這個二號出口走出來 馬上就面臨到大自然 這感覺這個很神奇 因為一般來講台北市給大家的感覺就是現代化的都市 離大自然很遠很遠 就是百貨公司啦政府部門啦好像沒有什麼大自然有啦 有也是小小公園 但是呢我們捷運這個象山站走出來大門口就面臨著一大片大自然 然後今天呢我們很開心呢有請到我們這個台北市信義區的這個郵區長來幫我們講一下這個象山公園的所有的這個生態 來我們來歡迎一下是區長你好 現在要這樣 好沒問題是 我們還是要宣導一下防疫對不對 是 對 好那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是我們信義區的這個象山公園 對 那區長你 對要不要先跟觀眾朋友打個招呼 謝謝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信義區的象山公園 是 區長我想請問一下 我剛剛看到我下一個 因為我會覺得 剛剛我們在電話跟你聯絡的時候 我們說我們象山站出來就到了 對 我想所謂就到了有沒有 很像那個賣房子廣告 捷運站出來就到了 其實捷運站出來要走半個東頭 結果沒想到他一出來真的就到了 其實反正還沒出來 在手機上就看到大自然 是 這麼近 那我們這個象山公園 其實它的這個 裡面大概會有什麼樣的生態 是 我們象山公園在信義區 是一個非常生態豐富的公園 嗯 那在這邊呢 有我們席流基金會建置的這個 原生植物區 是 另外呢 我們的這個台北樹蛙的保留區 也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到 那長期以來呢 我們賽地的這個信義社大啦 或者是臨終於基金會 都有做相關的生態導覽 大家可以就近呢 來了解我們的這個信義區的生態 另外呢 在裡面還有我們的靶場 還有我們樹蛙的廁所 還有樹蛙的共榮室郵具 其實呢 項目非常的多 是 歡迎大家呢 可以在假日的時候 親子一起來我們上山公園 喔 欸 居長 我剛剛聽到妳講樹蛙 是 但是它是不是一個就是說 一個意思意思 什麼舊子 但其實沒有樹蛙 是這樣嗎 沒有 我們的樹蛙是真真正正可以觀察的 所以有樹蛙在 有樹蛙 而且樹蛙其實 這裡就是他們的家 樹蛙的富裕區呢 我們希望這個 樹迷朋友來的時候 可以看看我們樹蛙的這個生態 然後瞭解他們在這邊生活的太陽 那我們希望呢 就如同主持人講的 是 在這麼繁華的信義區 我們其實保留了一個很 生態豐富的地方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在開發的時候呢 能夠有這個很棒的生態 我們希望呢 從每個市民來去做這樣子一個 從小的培養 對 因此我們保留這樣那個樹蛙的富裕區 是 那所以說 台北市民有一個很幸福的地方 也就是說 放假很多人 比如說爸媽想要帶著小朋友去親近大鎮 不要老是看電腦看電視 玩手機 那要去親近大鎮怎麼辦 舉家這個開車開一段距離之後 才能接受到大鎮 那台北市市民就是 新家大鎮牽個手做個捷運就到了 沒錯 可以來這邊來親近大鎮 然後讓小朋友看一下樹蛙的生態 其實除了樹蛙之外 當然裡面一定會有很多的什麼 昆蟲啦 蝴蝶啦 還是可以讓小朋友來做這個 究竟的觀察 是 我們其實就像剛剛主持人講的 在香山公園這邊的生態非常的多 除了我剛剛講的遠生植物區 還有我們的這個樹蛙之外 另外呢 蝴蝶啦 或者是很多的這個植物 還有五色鳥等等 在這邊其實都可以觀察得到 那這一次呢 我們跟新一幼兒園一起合作 做這樣子的一個 向山生態走毒 那希望呢 透過林仲宇老師的這個 基金會 這些培訓的老師來去做介紹 不管是在樹蛙 或者是原生植物區 對於這些孩子們 還有這些家長 都可以有這個生態的了解 那今天特別呢 受新一區公所的邀請 我們參加 向山走毒的活動 那我們非常開心的能夠 有三位老師 為我們介紹豐富的向山資源 那這些資源呢 其實是小朋友平常都接觸不到的 那我們今天經過了這樣子的介紹以後呢 孩子呢 也會帶爸爸媽媽一起走入 向山公園 然後呢 更能領受到 向山公園的美好 今天呢 要跟 各位小朋友來分享的是 用我們台北市 台北匿名的樹蛙 叫做台北樹蛙 台北樹蛙 它每年大概在11月底到12月初呢 就會開始進入到它的繁殖季 那公蛙呢 就會去利用它 這一個明朗 對 男生的金蛙呢 他是什麼 利用他的聲音來找他的朋友 因為他也沒有手機 也沒有什麼電話 怎麼辦 只能靠自己的聲音的叫聲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來找我來找我 他就有機會可以結婚 想不想聽聽看他的聲音怎麼叫 好 他的聲音 天氣很冷對不對 他在這裡 他在叫的時候肚子會怎麼樣 好險 待會還有更精彩的影片 好 剛剛周老師說在叫的這個是男生還是女生 是男生 是男生 男生 男生會利用他們的鳴叫聲 他在這裡 他躲在石頭縫裡面 他躲在那邊 他躲在那邊 對 他躲在那邊 好 吸引母蛙過來 吸引母蛙過來 母蛙呢 會透過 聽到他的鳴叫聲以後呢 就會 跑過去 聽聽看 跑過去聽聽看 跑過去聽聽看 那就看誰的聲音比較大聲 去吸引母蛙 嗯 這個公蛙不錯 很厲害很強壯 他就跑過去 上面呢 這一隻呢 是青蛙爸爸 下面呢 這一隻是青蛙爸爸 那隻是母蛙 下面這一隻是母蛙 母蛙體型比較大 因為牠要暴暖 兩隻公蛙怎麼樣 對 這兩隻公蛙 對 牠的身上的顏色會隨環性改變 要在對方的身上然後 打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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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公蛙覺得 這裡環境也不錯 所以牠也跑過來 跑過來以後 別的公蛙也覺得這裡也不錯 也跑過來 結果兩個遇到就開始什麼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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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架會怎麼辦 結果後來綠色的被趕走 趕走 我去年有拍攝到一隻 哇 牠戰勝了 坐在洞口那邊 很開心 那個表情是很生氣的 另外一隻就 就跑到別的地方 那這個影片後來這一隻贏了 這個洞口就歸牠 另外一隻 綠色的那一隻就跑到別的洞口 我本身是林仲瑩文教基金會的 向山解剖員志工 那我長時間就在向山呢 周邊做一個觀察跟紀錄 那不同的季節 有不同季節的物種會出現 那就是要看看你自己怎麼樣 善用你自己的武感 去發掘自己身上 生活周邊的一個東西 那我們剛剛在上課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聽到 聲音其實是最容易讓人家接受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眼睛所看到的 我們鼻子所聞到的 我們嘴巴所吃到的 我們手所接觸到的 這些東西都可以帶給我們 在觀察當中 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一個工具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大家要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是要持之以恆 一個物種不會只單單 這一兩年的一個紀錄就會有了 那需要比較長時間的 來做一個觀察跟紀錄